爱加密,学加密就来加密新团 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红三资本它布局的Web3的项目 这几个项目是什么类型的 那么在下轮牛市来的时候 什么样的Web3的项目能够崛起 那我们可以从这些主流的资本 布局的项目的这些赛道去窥探一些 那我今天看了这几个项目 其实有个项目这个Skiff 做邮箱的 我也用过和社区内容 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个交互 建立一个邮箱 它里面不仅是邮箱系统 可以绑定你的ETT的运名 然后还可以做一些办公协同 开发这个产品的完善度非常高 那其实关于这些以前Web2.0时代的 这些大的资本 就是Web3去做一些大量的布局 有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有优势的 他们的缺点是他们起步比较晚 对吧 然后是看到Web3已经形成了趋势 加密已经完全 加密行业变得非常成熟的 他们才进来的 但是我觉得优势的话 他们在整个基金的运作方式上面 其实是更有经验 然后也相当于更正规 正规一点 现在看来的话 我觉得纯Web3加密行业 一些新崛起的一些基金 其实干了很多事情 是真的很不靠谱 那么这些老牌的VC的话 我觉得至少他们整个 投资一个项目 或者说他们整个考察一个项目流程 相对来说是更科学更严谨的 所以他们可能不会投出最有创业的项目 但是肯定大概率是投比较有 怎么样 比较基本功比较扎实 比较稳健的一些项目 那么首先第一个项目的话 就是Web3 off 它其实它说前身是个Taurus 然后是针对Web3应用的程序的钱包的 非密 非托管密钥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看上去比较绕 其实它的 我看了下它网站的一些demo的演示 这几个项目都有非常 就是交集的地方 其实我理解的话 还是就是它这里面的产品的demo演示 还是说帮你管理你的账号系统 在不同的平台 Web3的平台上 这些东西的时候 管理一些插件 身份认证 那个账号的登录 这里个demo 这里做了一个演示 无庸置疑 这个的话肯定是个牛牛入口 而且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至于这种类型的 其实让我想象 让我想到我在Web1的时代的时候 一些做Web1的时候 大家会真的塞到去 会做一些邮箱系统 会做一些浏览器 这个是必然的 那可能在Web3的 就元宇宙 那个各种生态里面的 它的这些做身份管理的 由它的资产管理的钱包 这些非托管式的 我觉得是肯定会是一个很热门的赛道 然后再到这个项目叫Expresso System Expresso System它是强调是 应该是做一个一站式的扩容和隐私管理 那么这一块 其实我看到很多大的机构投了很多隐私相关的 但是我依然是对这种类型的项目是有点困惑的 就是可能你是一个大的生态里面某一个解决方案 你这个解决方案会被互联网巨头给用起来 但是你本身自己不是一个巨大的互联网生态 所以说我不知道它的天花板会不会天然被限制 也许不会 因为在Web3的时代的话 可能不能按照以前Web2的互联网崛起 因为我们知道Web2时代它成为互联网巨头的一些逻辑 和Web1时代成为互联网巨头的逻辑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项目叫做 刚刚这个是Expresso System是做用户隐私的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CAPE 它也是Expresso System里面的一个有缺项目 它本身是类似于一个智能合约应用程序之类的 这些项目红杉投的这些项目有个很大特点 就是产品的完成度都比较高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一种比较保守的方法 有很多币就是Crypto的基金 他们喜欢投一些根本毛连个影子都没有的一些项目 就在那吵就上了币了 我觉得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这个项目是叫IfSign1200万美金 一个去中间化的电子协议签署平台 同样的它解决问题是说使道的提案执行 然后信贷借贷众筹等方面的底层的基础设施 那也就是说还是给道提供解决方案的 里面有一些在线的一些文件的签署等等 我觉得项目非常好 但是还是偏向于我感觉是一个工具 就是以后可能大家都会用到它 但是它自己没办法成为互联网巨头 但是可能红杉投它的逻辑还是说比较稳健 他们知道这种业务能赚钱 虽然不会成为互联网巨头 但是会被巨头收购 红杉的它可能投逻辑的话 还是说要有一个比较预期的中长期的吧 中期的有一个预期的一个收益 我这样去理解它的投资行为 因为明显它投的这些项目 可能基本面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相似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呢 就是Skiff Skiff我们讲过了 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个是Nume Nume投了是一个很小的200万美金 Nume的话也是做一个为零收商提供一个支付的 那么支付这块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项目 这个就比较早期提供给一些零收商的 这个项目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其实有点烂大街吧 你说一座什么加密货币钱包支付的 这种项目太多了 而且它的产品完成度也比较低 但是没什么内容 那其实筛选下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Skiff不用说 我都推荐大家去创建一个邮箱 它的产品完成度非常高 再就是这个if sign 但是没什么好体验的 这个expresso呢 是有点像有生态的 再一个就是web the off 可能这两个项目会放到社区里面 我们重点跟踪一下收藏一下 那这些的话就是红杉资本在web3的布局 你根据它投项目的一些丝呢 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然后喜欢今天的东西记得点赞 然后订阅下加密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下 订阅下转下转后